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老师答疑 吃辣我认为对一般人都会有帮助 那他为什么很多人体质还是寒 因为所有人都是会生病 一般都是体伤跟热能不足 那为什么吃辣椒还会寒呢 我想他不只吃辣椒吧 湖南人四川人不可能都只有吃辣椒 也有可能吃一些寒凉 那体质会变寒也不一定只有饮食出问题 有时候自己也不懂得保温保卵 这些都有可能造成 所以他的因素还蛮多的 但从喜欢吃辣椒这个来看 喜欢吃辣椒的掺杂辣椒的时候 我认为肯定对身体有帮助 那是不是可以增加内热源 那当然这个本来你吃进去的就是内热源 那如果辣椒外用配合姜 那就是外热源 所以当然是可以用 所以是可以增加 没有错 这个是这样的说法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我们饮食大部分都希望说 素食者也好 或是吃很多菜 菜大部分偏凉 即便荤食的很多肉食也是偏凉 那我都会鼓励身体很稀罕的人 还是要多吃 比如菜要多加辣椒姜胡椒这一类 那当然就可以改变这些食材的药性 让这些变得更温热 来增加我们的内热源 这样说法是对的 好 我就回答到这里